好,亲爱的弟兄姐妹们,今天是圣诞节的天理弥撒,我们读的是圣若旺福音,我们知道在四大圣史当中,圣若旺是,怎么说呀,有人形容它像一只老鹰,它飞得很高,看得很远,很深,它是一位伟大的神学家, 所以在今天讲到的一开始,允许我给你们讲一点神学,有一次我出门坐火车,我拿着一本书在看,旁边的人就看到以后就说,你在看什么书啊,是外文吗? 我说,对,他拿起来看,不是英文,我说不是,是俄文吗?我说也不是,那是什么? 我说是法语,哦,读法语,你是做什么的?我是神父,你什么学校毕业的? 我说神学,雅雅瞪得很大,就不说话了,然后就去叫她老公,你快过来,这儿有一个读神学的,神学是什么呀? 没听过,两人就开始了,我们就聊几天了,到底神学是什么呢? 今天,如果你稍微用心,前面福音的前四节,就是短短的四行,圣若望给我们讲了神学的好几个重要的部分。 现在我一提示,你们就明白了,在起初亦有圣言,圣言与天主同在,圣言就是天主,这一句话讲了什么?圣三论。 这是我们信仰的,基督徒信仰的核心,我们相信天主不是一位,有三位,你看这句话说,在起初一定有圣言,圣言跟天主同在。 在这儿就出现了两位,圣言和天主同在。这是两位,圣言是什么?就像我们一个人说话。 你是你,你说的话是话。你在说话之前,在你心里是一些思想,你先想,我要跟他说什么呢?我今天讲道理,我讲什么呢? 在心里有一些东西,这些东西我们称为思想。然后说出来,语言在表达你里边的思想。 圣若望就用这个词说,圣言跟天主同在。天主是一位,这是他心里的话,心里的思想。可是是另外一位,他就是天主。 他不是两个没关系,他是他,他是他,彼此分离,对,但是他们是一体的。 要不后来圣若望又讲到第三位,这三位,这三位都是天主,这就是我们信的,父子圣神。 圣三论在这里,有一个学期,甚至一两年的课,圣神父之前,都要学习天主圣三这一部分的神学,就是从这里开始。 再起初一有声言,这三个字,再起初。 圣经一打开,第一页,第一句话,再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,用的是同一个字,中文的三个字,再起初。 《荣耳福音》这儿的再起初跟《创世纪》第一句话的再起初是一样,但是不是一个意思。 《创世纪》别看是圣经的第一本书,它讲再起初是世界的起源,宇宙的起源。 它讲的是那时候,是一个受时间的限制,可能科学告诉我们,几十万年,几百万年以前,那个起初是创世纪讲的,宇宙万物开始存在。 但是今天,若望讲的这个再起初,比那个起初早得多,早多少年,这个不受时间的限制。 在起初就有声言,一开始就有声言,甚至什么都没有开始的时候,它是永恒的声言。 什么都没有,就有它,这是那个起初。 再起初就有声言,什么都不存在,就有声言。 所以这两个起初没有在一个层次。 《创世纪》的起初是讲万物的起源,这个起初是讲因切存在的根本。 所有的存在是因为有声言从它来的。 所以这里神学的另外一部分出来了,这叫什么? 创造论。 宇宙万物都是从这个天主来的。 天主是没有开始,没有结束。 宇宙这个物质的存在是有开始,有结束的。 凡受造的,看,万物是借着它而造成的。 在起初就有天主,没有别的。 万物是借着它造成的。 凡受造的,没有一样,不是借着它而造成的。 在它内有生命。 这生命是人类的光。 在它内有生命。 为什么它要来到世界上? 它本身就是生命。 它到世界上来要带给我们生命。 这一部分神学叫什么? 救赎论,救恩论。 天主到世界上来救我们, 为了让我们进入永生。 这是神学的另外一个主要的部分。 看,大部分的神学都在这里了。 要不是说若望, 就短短的几句话, 它像一只老鹰飞那么高, 看那么远。 所以刚才讲的这几句话, 我想我们还要留在马槽前。 看到马槽里的这个婴儿, 我们全世界正在庆祝的圣诞节, 我们很容易想象天主成了孩子, 在我们中间, 这样一个小孩, 从他身上, 我们要看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。 肉眼看到的是一个孩子。 很简单的, 躺在马槽里, 铺着干草, 在山洞里, 旁边有他的父母。 肉眼看到的是这些。 但是肉眼看不见的, 需要我们相信的, 信的告诉我们的事。 那是创造宇宙的天主圣言。 天主心里的那一位, 跟天主同在的, 天主的儿子, 天主派他到世界上来。 现在进到这个孩子身上。 也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孩子是宇宙的主, 一切的原始。 要不有一天耶稣说, 谁看见我, 谁就看见了父, 谁就看见了天主, 我就是那一位, 那一位是谁。 在圣经当中, 有若望福音, 有著名的七个我是。 我举例子, 你们就知道了。 耶稣说, 我是山洞, 我是葡萄树, 你们是枝条, 我是羊的门, 我是生命的食粮, 都是我是。 我是这两个字可不简单, 为什么耶稣给犹太人就用这个我是。 我跟你们讲我是, 好像你看说话, 你就得这样说, 我是张神父, 没有什么特殊的。 但是犹太人一听那个我是那两字, 那神经就绷紧了, 他们不能听这两个字。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。 霉色在旷野中放羊, 突然都是沙漠吧, 天气很干燥, 前面有荆棘聪着火了, 他就到跟前去看热闹, 走着走着, 听到荆棘聪里边有声音说, 停下, 脱下你的鞋,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 哇, 见鬼了。 一般中国人也说, 一见鬼了, 肯定得被那个鬼领走, 所以吓得就, 我不见你啊, 我不见, 扑通就趴在下面, 捂着眼, 扣着脸, 我没看见你。 然后, 这个神明就开始跟他对话, 到最后, 梅瑟就问, 你是谁, 你告诉我你的名字, 那一位就说, 我是, 我就是, 我是, 我是, 原文的翻译是, 我就是存在, 是是一个动词, 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存在, 就英文里边那个be, be, am, 我就是存在的那一位, 我就一直存在的, 因为我的名字, 我就叫存在, 你想想, 什么时候这个存在, 不存在, 所以天主他就叫存在, 他就叫我是, 是是存在, 我存在, 我是存在, 所有宇宙的存在, 我们的存在, 都是从他来的, 他让我们存在, 要不就这么, 这两个字, 犹太人不敢称天主的名字, 他们一听, 我是, 等耶稣来了, 一直说, 我是, 山木, 我是, 葡萄树, 我是, 杨战的门, 我是, 哇, 你就是天主啊, 天主就说我是, 只有他在说, 我存在, 我是永远存在的, 所以这一位, 有着永恒的生命, 他到世界上来, 就是为了让我们, 得救, 分享他的生命, 还有, 在这儿有一句话, 这样说, 那普照美人的真光, 正在进入这世界, 耶稣诞生在半夜, 所以昨天晚上, 有此诗弥撒, 全世界在一夜, 起守候, 起醒悟, 祈祷, 庆祝, 并不是因为在半夜, 耶稣来了, 点着灯, 别处都睡觉了, 就这里有灯光, 哦, 那里有光, 光进入了这世界, 不是这个意思, 在这里, 说是真光, 耶稣他是光明, 带领人类, 走幸福的路, 没有光, 我们看不到路, 他是那个真光, 正在进入这个世界, 正在照耀这个世界, 在这儿注意, 他照耀的不只是基督徒, 我们信他的人, 他光照我们, 他正在进入世界, 每个人, 他都要照耀, 像几天, 我跟几位外教的朋友, 在一块儿吃饭, 谈起来, 他信佛, 他信道, 他是一个无神论,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, 发现有很多的共同点, 大家做着不同的工作, 都愿意做点善事, 所以,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谈话, 一个在一起相遇的经验, 我们就可以验证这句话, 真光进入世界, 进到每个人的心, 我们的信仰不同, 我们的工作隔夜, 但是我们向善的心, 从哪里来? 真光进入世界, 进到每个人的心里, 他在每个人心里工作, 让我们向善, 所以即使很多人过圣诞节, 不知道庆祝的是什么, 在超市, 在大街上, 张灯劫彩, 做圣诞树, 圣诞老人, 到底为什么过这个节, 在中国成为阳节, 甚至很多人抵制这样的一个节日, 我告诉你们, 真光进入这个世界, 进到每个人心里, 即使你不知道, 即使你在抵制, 在反对, 真光也是为你来的, 这就是我们的耶稣, 他是救世主, 不是只是对我们相信他的人, 今天在这里祈祷的人, 每一个人他正在进入这个世界, 正在走向你, 若翰马上出现了, 若翰讲完了神学, 从天上他降到下边, 他说他来到这个世界, 有一个人名叫若翰, 他不是那光, 只是为给光作证, 是的, 看天主到人家来成一个小孩, 他需要人帮助, 他要进入这个世界, 需要玛丽亚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, 他的母亲怀孕他, 随后生下他来, 若瑟在旁边照顾, 以后有三位贤士从东方拿着礼物来, 他们的吃喝又解决了, 有牧童们, 你们缺什么没有, 从自己住的地方帐篷里, 拿来一切需要的东西, 以后有若翰出现, 给耶稣准备道路, 我想讲什么, 天主那么伟大, 掌管整个宇宙, 但是他需要我们帮忙, 看他要进入世界, 要进入每个人心里, 需要我们每个人帮他一把, 我们是不是像耶稣身边的人一样, 也愿意为他救赎世界, 成为一个媒介, 成为一个中介, 帮他准备道路, 让别人接受耶稣, 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见证, 让我们的生活, 影响周围的人, 看到我们就愿意认识耶稣, 我知道每年圣诞节, 有多少的教外的朋友, 希望进教堂, 去听, 去看, 去享受, 领受那一份, 宁静和平安, 可能因着我们的榜样, 因着认识我们, 也愿意分享我们的救恩, 多好, 让我们继续作证, 圣言成了人, 住在我们当中, 我想最后就让我们停留在这句话上, 从今天, 昨天晚上开始, 圣言, 天主, 成了人, 住在我们当中, 圣诺用住这个词, 实际上就是打个帐篷, 他的身体就像一个帐篷, 他藏在里面, 天主隐藏在这个帐篷里, 他从此隐藏在这个世界上, 从昨天开始, 天主来到这个世界上, 每一次我们参与弥撒, 天主来到这个世界上, 我们领圣体, 他来到我们心里更进一步, 这么大节日, 我们靠着直播, 当然, 我也希望, 如果今天下午可以, 至少旁游的人们能够领圣体, 渴望跟接近我们的天主, 结合为一, 他来找我们, 天主住在圣体当中, 这是最明显的, 独一无二的灵散, 同时, 他还住在神父身上, 可能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, 我告诉你们, 每一次在行圣事的时候, 神父是因耶稣的名, 在说话, 在做事, 要不然神父怎么能够拿起念柄来, 说你们大家拿去, 这是我的身体, 不是神父在说, 是耶稣借着神父的口在说, 所以神父, 无论是中国人, 外国人, 老了, 还是年轻的, 无所谓, 都一样, 天主借着神父, 此时此刻, 再给你们讲话, 当在高解厅, 你们到那里忏悔, 是耶稣借着神父说, 孩子, 你的罪舍了, 你平安回去吧, 所以每一次在离中是完全基督借着神父在说话, 在做事, 所以你看天主来到人间, 刚才我说在圣体中, 在圣事中, 在神父身上, 同时, 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, 天主在我们中间, 教会团体, 天主在教会中, 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, 我就在你们中间, 当我们吵架的时候,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, 真的天主就不在了, 对不起, 当我们相爱, 你去帮助别人, 天主在你心里, 推动着你, 帮助着你, 天主在这里, 在我们中间, 最后还有, 昨天晚上我讲到贫穷的耶稣, 贫穷的马草, 天主爱穷人, 天主在穷人, 受苦的人身上,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, 过完圣诞节以后, 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目光, 不能再像从前, 看人分高低, 这个人有钱, 这个人是当官的, 这个人将来我用得着, 我就对他特别客气, 特别慌, 这个人穷的不行, 这个人就该死了, 什么都做不了了, 还在床上麻烦着别人, 太讨厌了, 等等, 我们看人不要再分了, 耶稣来, 他是一个被遗弃的人, 是一个大家瞧不起, 谁都不接受的人,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罪人, 人们向他吐吐嘛, 站在下面骂他, 那是耶稣, 圣诞节以后, 我们看我们身边的人, 想一想有没有可怜的人, 受苦的人, 被人瞧不起的, 我们基督徒转向他们, 为他们做一点福, 耶稣活在他们身上, 圣言成了人, 住在我们中间, 这是圣诞节的奥迹, 这是圣诞节的奥迹。 偶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, 他跟我们在一起, 无论你有什么困难, 重新鼓起勇气, 抬起头来, 重新点燃希望, 因为天主来了, 进到你的生活中, 他也进到别人的生活中, 让我们彼此认出天主的灵赛, 不只是朝拜马草里的天主, 在家里朝拜你, 另一半, 虽然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他, 朝拜你的老人, 在他们身上看到天主, 我用朝拜这个词, 你们不要误会, 这个词只是用于天主的, 但是在这儿, 我想说, 要尊重他们, 要爱他们, 就像爱天主一样, 这是圣诞节带给我们的改变, 阿们。